大家好,我是石麗蓉 是我不要打针,这本绘本的作者 我曾经是一位小学老师 大概在十一、二年前的时候 服务在一个山区的小学 那这本绘本呢,就是当时候 我担任小学一年级集园老师的时候 在班上发生的一件 偶发事件所改变而成的 这个故事呢,就是当时候 一年级的小朋友,他们在开学不久之后 会有卫生所的护士阿姨来打预防针 那时候班上呢,就有一些很顽皮的小朋友 其中有三位非常顽皮的男孩子 他们看到了护士阿姨要来打针 他们就逃走了 那当时候呢,我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 可是后来呢,就在护士阿姨跟我合力之下呢 就让他们回到教室里头 在接受打预防针这件事情 最后呢,我想要再跟邀请所有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们跟家长 一起来跟我分享这一本 非常温馨、有趣 然后发生在校园里头 发生在师生之间的这本绘本 叫目标掌针 谢谢大家